阿倫 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又到了阿倫做料理的時間啦 然後最近阿倫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可以用這個 奇異果 用這個奇異果呢可以做什麼呢 用這個奇異果呢可以做出一朵 花來 到底呢這個奇異果要怎麼樣做花呢 我們現在呢馬上就來試試看 來實際的來做看看 到底能不能做成花吧 好 我們現在馬上去廚房吧 GO 好的 我們現在呢已經到廚房了 我們首先呢先把奇異果剝皮 剝皮的方法呢阿倫 剝奇異果的方法一直有一種特別的方法 首先呢就是先把 頭跟尾呢 把它去掉 把它去掉之後像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之後呢我們拿一個湯匙 一個湯匙 好 我們就把它從邊邊把它戳進去 戳進去 然後把它轉一圈 這樣皮呢就會剝下來 奇異果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之後呢我們就把奇異果呢 從中間把它切一半 切一半喔 然後我們就分成這兩邊有沒有 我們先把這個放上去 然後之後呢我們就像這樣子把它切成一條一條一條細細的 把它等比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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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完之後呢就會像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它 像這樣子 把它拉平拉平拉平 拉長拉長 好 好 我們把它弄好了之後呢 就來試著把它捲起來 將 捲起來之後呢就會看到一個像 有點像是玫瑰花一樣的東西 這個呢就是我們奇異果的玫瑰花啦 然後阿倫剛在捲的時候發現喔 其實它真的在切的時候啊 你要把它切薄一點 會比較好成形 像阿倫這樣子其實有點厚 有點厚做出來就會比較沒有那麼漂亮 好 我們再做下一個吧 好 我們做好之後呢就可以準備把它放到盤子上 拿的時候要小心喔 好我們再來試試看做下一個 這個呢我們試試看把它切得薄一點 好 這樣切完之後呢把它壓平 拉長 大家看到那種切得比較薄之後呢 它就比較軟 比較軟呢就會比較好成形吧 好我們再把它捲起來 好一樣的呢我們把它放到盤子上 好 再來多做幾個吧 大家看到一開始切得比較厚的話呢 果然是比較難成形 後面切得比較薄的呢 都還滿完美的有一個那種 玫瑰花的感覺 好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奇異果的玫瑰花的做法囉 將將 完成 像你在家裡面其實如果你有家裡有奇異果啊 跟一把刀呢 你就可以做出像這樣子 非常非常 漂亮的一個那種奇異果的花齁 像如果家裡有小朋友不喜歡 平常看那種普通的奇異果 如果覺得說 看膩了 做出像這樣 玫瑰花一樣的奇異果 相信小朋友 也會非常的開心喔 然後因為阿倫呢是第一次這樣做 就能夠做出像這樣子 真的很有玫瑰花的感覺 所以說在螢幕前面的你 要不要也試著做做看這個 玫瑰花的奇異果呢 只要在做的時候 只要注意說你那個片啊 你在切的時候把它切得薄一點 越薄越好 然後你薄一點的話呢 它會比較好成形 好的 以上呢就是這個奇異果玫瑰花的 做法的 紹介でした 阿倫頻道只要是跟大家介紹阿倫在日本的一些 所見所聞啊 也像是日本一些有趣的商品啊 或者是偶爾會像這種 阿倫的本身的自己的興趣 做料理的一些簡單的介紹 有興趣的人歡迎訂閱阿倫的頻道 再追蹤阿倫的第一次的影片資訊 另外呢用手機觀看的朋友們 在影片的下方有個紅色的訂閱按鈕 也請按那個按鈕來訂閱阿倫的頻道喔 還有呢這兩邊是阿倫其他的影片 有興趣的人不妨自己進去看看 還有阿倫還有Facebook的粉絲頁 也請不要問題去幫阿倫按個讚喔 それではまた皆さん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レンリーよ